最後總結 前一天我看youtube 就看到其中一個法師去講這個topic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世 我覺得非常之好這個topic 每一個人真的不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 那你要考慮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世 究竟今天你要做些什麼呢 還有你今天會做些什麼 你真的要趕著做呢 還有有沒有遺憾呢 好了我有幾個同學都 他們都是高級管理人員 在公司很高級 就去聊天 就算一走開我都OK的 沒有什麼牽掛 那接著說 這麼厲害 你也有子女的 我不是啊 很多事情我都 就是浪得通 都交得低 那接著呢 我的同學就不是啊 我都會很想念我兒子的 我不捨得的 那接著另一個呢 就是單身的 女生 一路都單身 還沒拍拖 那她就說 哎呀那我都沒拍過拖 好像不是很划算的 就是 就是她又 又掛著她 媽媽 因為是媽媽在世 她說哎呀如果我今天死 都 她覺得好像有很多事情 都還不是最圓滿 還不是什麼 她牽掛 真的是牽掛 她們是會的 那還沒有放得低 那接著我就跟她說 為兒子 就是要存錢 又安排這麼多樣東西 就是當然啦 是為她好 但是就是 另一方面 有時候是不是到時候 真的她會處理呢 就是有很多 我的工作是要叫人存錢的 叫人做投資啊 嘗試的 但是實際有時候 我都會跟客人說 就是究竟你怎麼給她呢 或者她將來真的怎麼去用呢 因為我們自己親身經歷 見過有些客人 就是有幾千塊錢 在我這裡 就是監管那些 然後一走開 然後留給她兒子 兒子三十多歲 一路呢 家底因為不差 所以一路畢業之後 但我沒有工作 十幾年沒有工作 那麼呢 到媽媽死了那天 她就接收很多東西了 這樣 那是不是她有這個條件 所以她可以一路不工作呢 就是我不知道 OK 但是就是 到她走開 最好笑就是 那個老公又來跟我們說 有沒有搞錯啊 傳媒所有人 100%消失給她 就是我跟那個老婆 這麼辛苦 在賺錢回來 有什麼理由100%消失給她 然後我跟她說 那她都是沒有 就是我們公司而已 那你外面那十家銀行 那些 我想她沒理由不審給你吧 其實都有的 不過她會跟兒子爭 然後她走開 然後她走開 然後她走開銀行 銀行那個女生更年輕 對啦 我的同事就說 那你會不會放進來 我們都有基金投資 然後她就說 會 那原因是什麼 她走開銀行 銀行那個女生更年輕 是的 我的同事就60歲 我的同事就60歲 我的同事就serve她的爸爸 即60歲 她說那個年輕一點 適合聽一點 那就全部擺在加銀行 那六個月之後 因為我們這行最好的 做八字樣都好 我們跟進到的 那六個月後 又再談戶仔 沒有了一半了 以前 投資失禮 沒有了一半了 是的 其實那六個月都不算短 有些一夜之間都沒有了 是不是 那但是她都沒有的 你自己金願投資 是不是 你沒有得願的 是不是 所以你說那麼辛苦 留了二千多元給她 在我們公司 其他公司未計 其他銀行未計 其實你真的一夜之間 就可以全消了 那當然 我們公司都留了 我真的可以二千多元 是分每個月給她的 是可以這樣做的 是無法改變 可以做這個月子指示的 但是當時那個爸爸 就沒有這麼想到 我都沒有想過她的兒子 就是這樣 所以究竟她的錢 可以用到多久都不知道 可以嗎 是啊 她根本就不會處理 根本就不會處理 根本就不會處理 究竟 如果明天是下一世 有些什麼你真的很想做呢 是的 那我在這幾年 疫情之後 都有幾個五十多歲的客人 是癌症下開的 幾個月就下開 哇 真的這麼多化學 以前年輕人很少黑死的 越來越老都看著客人 現在覺得一些東西 要用Youtube留下來 這個是為什麼我一直 會一直拍Youtube 或者一直拍片的原因 有時候可能那些客人 或者那些朋友都覺得 是不是你想做Youtuber 是不是你要賺Youtube的錢 你想每個月有個秘動收入 當然有說有那些就無所謂 當 bonus 那譬如好像你說現在 我們的頻道 就很多人訂閱 是的 但是你說我保險 或者玄學 那些加起來每個月 我想六百零七百元 那他會在美國 夠一千多元就會寄給我 就是不多的 但是一年那裡有六七千 或者八千 我當過網上買軟件的錢 就是我學的那些課程也有錢 學的那些課程也有錢 學的那些課程也有錢 但是呢 那個重點 怎樣令到我維持著Button Park 其實我真的有那個意識就是 如果我翌日死了 我認識這麼多東西來 我覺得很浪費 其實上天讓我學到這些東西 理解到這些東西 而又演繹到這些東西 上天是想過 都想過把這些東西 或者是一個使命 去告訴多些人知道 這個是我感覺到的 大家可以鼓勵多些朋友 繼續看肥仔輝的頻道 因為多些人訂閱 我鼓勵了張sir去參加 預測王 他是叫預測王 是的 預測王 大家知道嗎 是的 我去日本 在網上有一個叫尖點視頻 傳聞玄學的channel 來的 他們今年就搞了一個預測王比賽 你任何 就是你吃玄學的人 你都可以去參加 那我那次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跟他說 我看到網上有這個 不如你去試一下 原來他心目中都想 但是因為要拍片去申請 他沒有人跟他拍 那我可以 我立刻幫他拍 於是在日本那個和歌山 那個海灘跟他拍了這條片 那你就說完了 那今天跟著我們就 在上三個禮拜之前 我就見到那個channel 就出了他這條片了 就是他都是候選參賽者 然後我猜他可能八月才開始比賽 沒錯 應該八月開始比賽 到時一有消息 大家就要在網上不停like 如果有他那些東西 大家要幫手like 幫手點擊 今年我也是的 我跟張sir 其實這個月呢 其實這十天我們是很棒的 原因是什麼呢 我就鼓勵張sir 和我一起參加香港公開 結出財務策詞比賽 那我就在上年年底決定了 所以年底我決定了 要參加這個比賽 全香港所有的財務策詞 公開 第二就是我要做個課程 今天是最後一堂 所以我又完成了這個事名 課程又完成了 結出財務策詞比賽 因為他要用真實案例 可以做的 其中有個客人的個案 我覺得很值得寫 報告書 又加上我剛剛今年兩個月前 我完成了MBA的論文 我就知道原來寫論文寫 報告書是這樣寫的 我是有信心的 他每間公司都有Top5 Top5裡面 然後就選擇Top2出來 Top2就是那10間公司的20個 就會欠一個叫金鐘金 是的 金鐘金 那我和張sir 另外還有一個同事 我鼓勵他們兩個一起去 那我目標我們三個 要入到我們公司Top5的 我目標來的 什麼肥掌式張sir 他很大壓力 我挑戰 所以前天都和他們開會 他們的案件是什麼 我們一起談個案 究竟怎樣寫 怎樣做 那我們現在14號要交 其實很混水 那 那 希望 我們三個 我們一起商量 怎樣做 如果我們入圍 就9月可以去檢博 就是那20個 即每間公司派兩個出來 去做代表 那我目標是要金鐘金融 我自己目標 我要他們兩個一定要有拖牌 希望大家加錢 那 我將那個年歷告訴大家 然後大家就有空 那 如果大家再有興趣想學些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覺得我們能力快為內 講得到的 最重要是我們演繹得到 那我們都會再搞的 我們都會再搞的 那我們都會低成本去做 那 我很感謝我老闆 因為為什麼呢 商業大廈呢 晚上就100元 一個小時的 冷氣 那 所以如果你說我們 外面的師傅 要去佈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去教學 其實是很難的 外面師傅 全部的地方都是很貴 那 難得我老闆支持我 我也是很感恩 即是要很多條件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現在張sir支持我 那 所以呢 大家又在這裡 氣氛會好些 我們呢 今次就圓滿結束了 好嗎 多謝大家 大家多點幫人 我們一起給朋友 好嗎 張sir沒話說 好 多謝大家